所以就是从模型的角度来讲 我大致觉得现在的统计 就是现在做模型的人非常多 大家刚才张教授也讲的很多很多 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仔细去数一下 我想五万篇甚至十万篇都有可能的 但是我想主要分成这么几大类 一大类就是做流行病的 因为这种模型 就是说在疾病爆发的初期是非常有用的 特别是在对疾病的控制 还有一些preventive measures 还有一些control measure 比如说像social distancing这种东西 国家是不是应该采用 然后我们前段时间讲的flattening the curve 就像这种一些大的政策宏观的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流行病的模型实际上还是蛮有用的 当然随着这个疫情的进一步的恶化进行发展 那么我们传统讲的这种宏观的流行病的模型 就越来越变得不准确 或者就是说有好多问题出现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这些流行病的模型 进行很多的改进 使得它能更好的来 适应我们现在这个 疫情发展的一些意志性和一些局部的这种特征化的一些性质 所以这个是现在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最流行病模型的研究的类型 当然我们也做一些这种诊断模型 比如说很多人在做一些 叫什么呢 就是说肺部的X光这种图像数据 通过这种图像数据来 对我们的有这种COVID-19的 有新冠没新冠进行一些分类 还有做一些血液检查方面的指标 经常有些医学的杂志 就是发现一些蛋白 或是一些生物指标什么方面 对我们的病情的早期的判断 还有后面的一些risk的 比如说一些 医疗方面的一些风险性的评估 是非常有用的 特别现在要讲一些antibody的东西 对吧 怎么来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些诊断方法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百多个 这个临床实验在世界各地进行 就是说医学里边做这种 这种医疗临床方面的一些统计模型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现在很多的临床实验 都用一些现在使用的一些药品 然后对它药品的有效性进行比较 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比较药品 这个也是药物的功效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统计模型的领域 还有呢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难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些 就是我们在这个里边不带症状的感染者 他们实际上是现在比较难控制的一部分的这种人 就是说怎么去把这些人找出来 或者在我们这个人群里边 我们怎么去估算这一部分人的比例 这个实际上是做流行病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所以呢这个东西也需要一些统计调查的方面的一些方法 你怎么去对这种人群的这种预期发展过程中的人的这个抗体 有带有抗体的这些个体的比例 怎么去估算 这个很 刚才那个张笑将军的经济模型 这块当然是很重要 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 那么我们做研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要对政策的有影响 对吧 就是说从国家一类的政策 从我们这个就是说政府一级的这些政策来讲 怎么是一个从这个疾病的控制和经济的这个平衡方面 也需要有很多的这种比较仔细的 还有一些优化的一些决策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 在美国的话还没有 就是说还在继续 那么这些政策方面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